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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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時事平台 中國內地國慶七月長假紀憶期間 台海兩岸形勢持續緊張 北京少無前例 五日之內派出150架次軍機 轉入了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而台灣在雙十節的閱兵技術上 也展示了不斷壯大的軍火庫 同時美國的對台政策 其實是兩黨罕見能夠取得一致的立場 究竟美國對華政策和對台灣的問題上 究竟會怎樣發展呢 今晚請來兩位嘉賓和大家一起討論 有時事評論員賀錦清先生你好 好 另外有時事評論員陳心平先生你好 大家好 另外很歡迎觀眾去到我們的網站發表你們的意見 我們的網站在www.fairchartv.com 點擊時事平台的圖像 就可以在我們的網頁分享大家的看法 另外觀眾也可以去到facebook 搜尋時事平台在那裏留言 先問一問Wallace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雙十節慶典發言 表示了四個堅持 兩岸關係立場是善意不變 承諾不變 維持現狀 亦都會全力阻止現狀片面改變 同時又說到台灣不會屈服於北京政府的壓力 你怎樣看這一個演說呢 其實我想現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基本上就是想在 不踩到他的紅線 但是在兩岸問題上盡量爭取台灣自主的空間 其實要留意一件事就是他其中有一道就是說 就是台灣和內地兩個的政權是互不隸屬 而他講到中華民國的時候很有趣的就是他居然是說 他正處於七十二年來最複雜多變的局勢 如果我們看回其實中華民國的歷史 應該是繼一九一一年的時候 當時在內地是成立這個中華民國 但是問題是蔡英文就很技巧的 他是說七十二年就是說 他是由蔣介石退守台灣那時候 繼起中華民國 那這件事其實我想是蔡英文 他是故意說 其實台灣的政權和內地的政權 是好像一個隔離那樣 所以我想他是在打差邊球 Kenneth 你是怎樣看的? 是 我覺得蔡英文這次說 他就是說維持現狀就是他們現在的主張 台灣不會冒進 也不會對於主權 但是也不會有所退讓 換句話 他是希望以現時不變的情況 就希望維持得多久 我相信也是對於他本身 在台灣自己的政局來說 是有所需要的 因為他下一次如果到改選的時間 如果他是太過激烈的話 他可能就未必得到民眾的支持 但是如果他不是繼續維持 他自己走開這個主張 他又所謂無法下台 他又轉不到話 不可以走到中間就突然轉彎 所以他現在的現實來說 就是希望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的情況 我相信會持續一段時間 但是他也聽說有台灣方面的軍人 高級將領說過 我們會克制 我們盡量台灣不會開第一槍 換句話 他們不希望挑起戰事 而是希望將現狀維持下去 對蔡英文來說 我相信他現在已經是台灣總統 如果對他的利益維持 就好過真的要打崩頭 爭取一個所謂台獨的情況 你怎麼看他們在台灣的閱兵儀式 展示了很大的軍火庫 同時在中國的時候 剛才說過150架尺的軍機 進入防空識別區 為何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是 如果在軍售方面來說 我相信歷來 美國很喜歡賣東西給台灣 對於他們的國防工業來說 台灣是一個提款機 如果我自己搜到的數字 就在2019年 當然特朗普的時候 2019年賣了107億 2020年賣了58.6億 而2021年拜登第一單 已經通過了7.5億 換句話 美國繼續希望有多些緊張局勢 他就可以繼續賣軍備給台灣 而台灣的政府也樂於這樣做 我不知道背後有什麼回憶 我不知道 這個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以台灣的官員的廉政的情況 他們連煙都可以在飛機上走私 我這個保留 有一個保留 但是就似乎台灣政客 是樂於幫美國買 而美國也樂於去賣給他 要做到這個情況 就一定是要有些證據的緊張 那軍隊的正所謂 在大家腦拔 大家盼到行的時候 就是最好的軍事銷售的機會 所以中國軍方聽說 就在台灣海峽 福建沿岸那裡舉行搶灘登陸 他已經做了 但是就播了一段視頻出來 然後這個是回應 例如美國在10月3日 跟六個國家 六個國家 在海上有一個軍演 一共17艘艦 也都放了上網 正所謂在外交來說 你做初一的時候 如果對方不做十五的時候 就很難在外交上面 爭取到有任何好的話語權 所以變成這樣的情形 我相信兩邊都會繼續 中國在趁機派軍機飛台灣 變成對蔡英文 他說歡迎之志 最好是這樣 美國也非常開心見到這件事 因為他們有很多藉口 可以繼續賣軍火 Wallace 你是怎樣看呢 正在中國方面 要派這麼多次的軍機 進入防空識別區 他是想震懾台灣 還是怎樣 其實根據這個前新加坡的領導人 李光耀曾經說過 任何一個中國的領導人 都不能夠容許在他任內 是失去了台灣的 我想這個就是 無論是說之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 甚至現在的習近平都一樣 我相信現在北京的情況 他就是想用一種軍事的壓力 即是說台灣要很小心 你不要走得越來越遠 當然我相信其實這個實情 大家都會明白 沒有可能在很短時間裡面 能夠談什麼統一 但起碼在北京的立場上面 他就不希望看到兩岸 越來越像兩個獨立的政治體系 蔡英文又說到 台日的關係現在持續深化 歐盟和台灣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 提到TIFA台美的貿易投資框架協定 開始恢復談話 另外也非常重要的是 CPTPP全面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台灣是第二件想進入 但當然中國政府這方面 不是特別樂意見到 Kenneth你怎麼看呢 你覺得這個CPTPP 究竟台灣進入協定的機會大不大呢 我覺得因為中國也是想加入 所以他也是遞了指進去 然後台灣也想加入的時候 我相信兩個同時能夠加入的機會 我相信會是可以說微乎其微的 因為最多就是說 如果譬如說 在日本主導之下 就可以接收一個的話 最壞的情況都可以接收 譬如說台灣也好 中國也好 但是兩個一起接收 是基本上沒有可能的 但是變成兩個來講 譬如說你接收中國大陸 我相信台灣 我相信其餘那些全面進步跨太平洋的夥伴 我相信都會選擇是中國大陸 因為換句話 他那個經濟的實力 就在這裡 沒錯 大很多 你收台灣的影響是很小很小 但是能夠有中國進來的話 我相信是變成整個這個協定有意思很多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進入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是微乎其微 Wallace 你怎麼看 台灣在經濟體系上面 比中國大陸小那麼多 其實進入這個協定 其實是不是真的太小了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儘管現在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在內說支持台灣 但實在你看見他們根本 都是很緊張中國的市場 甚至連美國 之前都說拜登總統 將會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在今年年底之前 有一個視像會議 所以現在很多的招數擺出來 其實可能是預料到來的 所以我們很難說 到底這些國家是否真的 那麼支持台灣 講到支持不支持台灣 當然要看一看台灣的一個外交政策 一直以來台灣的邦交都可以說是越來越少 在外交方面 似乎台灣好像沒有什麼出路 不過也要看最近美國軍機的降落 也有前國防部長在內的一些法國參議員 也訪問台灣 澳洲的前總理也訪台 另外台灣的代表團也訪問了美國的國務院等等 你怎麼看台灣的外交 究竟是可以怎樣去前進 而他們的邦交方面 當然邦交國就越來越少 但是台灣的出路又可以怎麼看 Kennif 你怎麼看 我覺得台灣在現時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棋子 是美國和中國的國益之間 其中一張牌 美國當然是盡量打好這張牌 因為它之前打的牌 例如香港來講 香港有了這個國安法之後 似乎不是那麼好洗 然後新疆又似乎在那裡搞來搞去 似乎搞不得好 現在變了拿著這張台灣牌 我相信它是會大搞的 我相信它會鼓勵很多它所謂的民國 中國是不斷在這方面各種不同的挑機 看看它可不可以令到中國忍不住手 其實如果中國忍不住手 而台灣亦都發了話 說他們不會開第一槍 如果中國忍不住手 我相信就會變成一個很惡劣的局面 所以習近平也都在 他那個辛亥革命110周年的紀念 也都講了一件事 就是說是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基本抗爭是和平統一 他始終是堅持了這件事 譬如這些訪問 不僅是外國所謂美國的盟友 我相信是受鼓勵之下去做這個訪問 而台灣本身也有報導出來 就是說台灣的陸軍司令 徐顯博上將這個上將 也都秘密去率團訪問美國 在見過華府方面的軍方高層 然後去夏威夷會晤 美軍的印太線指揮部的上將 所以這些來說 我相信是不斷有這樣的互相挑釁的行動出來 譬如最近《華爾街日報》的時候 他引述有20多名美國的特種作戰部隊和海關陸戰隊員 其實已經台灣秘密了一年了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挑釁出來呢 已經一年了 我不知道中國根本已經知道這件事 只不過卸了眼睛 如果不是說你過了我們紅線 我就揮軍直入 但是現在就直接是見報 即是賣光出來 那中國是怎樣 你是否真的動手還是不動手 我相信這個挑釁行動是會不斷有的 我們暫時討論到這裡 休息回來繼續討論這件事 回到時事平台 在我身邊繼續有時事評論員何錦昇和陳森田 剛才Kennif提到 我們說到台灣的外交政策可以怎樣去進展 同時Kennif也提到 美國其實是一個特別部隊 已經原來在台灣訓練當地士兵超過一列 Wallace又想看你怎樣看 究竟台灣在外交政策方面 是可以怎樣去為台灣帶來更進一步 特別在國際舞台的一個佔一席位 以及美國為何會有一個特種部隊在那裡訓練 而中國的反應又是怎樣呢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我想這個美國特種部隊在台灣那裡幫忙訓練 在選擇現在這個時間講出來 都是想說美國根本一直是會軍至上支持台灣 不過我經常覺得台海問題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看過報道 我們的眼球都是被軍事、外交、政治吸引了 但我反而想跟大家去講一講一個 可能其實是一個更加實在 但反而在新聞上比較少講的 就是說到底台灣和中國的經濟關係是怎樣 其實可能很有趣 大家以為台海的關係好像很僵 但原來在2020年左右 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 其實都是中國大陸 甚至是輕微超過四分一 這個如果加上香港也是的話 就更厲害 是去到三成四的 接著到美國只有13% 日本是11% 歐盟大約是8-9% 我想講的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台海裡面 很大的兵空 但是不是真的這麼細危呢 其實如果你看見這兩個地方 在經濟上這麼多的緊密發展的時候 可能實際的情況也未必是想像中那麼危險 好了 也要講到台灣外交的時候 當然也要講到美國對台的政策 見到對台政策方面 現任總統拜登仍然有採用 少數特朗普時代的政策等等 也見到美國兩黨其實罕見是取得一致的 好了 Kenny分問你 兩黨方面對台的政策 立場就叫做得一致 中國方面其實需不需要擔心 美國對台的這個政策 導致中國是需要值得擔心的 我相信美國利用台灣這張牌 確實令到中國很頭痛 因為它在中國內部自己本身 它認為統一全中國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所以可以說中國當權的人 在這方面是不可以退步的 根本沒有任何的走斬的地步 即是一去到譬如說 正所謂逼到埋牆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沒有定走的了 變成在美國 在這方面我相信會一直不斷施加壓力 即是一路挑戰它那個所謂紅線 你說不可以越過這個紅線嗎 我就嘗試越過去給你看看 看看你怎樣 你夠膽動手就動 但是反過來 其實動手的機會 我自己也覺得是很厲害 到現在的現時這個情況 因為你打台灣是容易的 即是以現在的解放軍的軍力來說 跟台灣比可以說是 不是太難去摧毀了它所有的防滅措施 問題就是說 你打完之後又怎樣呢 你怎樣管治台灣的人呢 如果台灣不承認 所謂九月共識 一國兩制啊 那時候你怎樣管它呢 那這個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我覺得正所謂武統呢 在短期之內呢 其實是不會發生的 而台灣也都不希望它發生 因為台灣自己發生了 對它來說是完全沒有好處 那可能就是 蔡英文那些人可能要急急敗走的 那這個都是他們不想看到的 所以其實兩岸都不想打 但是反過來美國呢 因為它要玩台灣牌呢 它就會不斷去挑機 不斷去鼓勵 那令到那個緊張局勢 要熱好 熱緊張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多些生意做 那它的軍售呢 我相信就 可能就是賺到半門多門了 Wallace 你怎樣看Kenneth的解讀呢 事實上也都看到 剛才其實第一次Kenneth有提到的 就是美日印澳 也可以說是四國在這個印度洋 也是舉行了二階段的演習 那中國軍方呢 同時就登錄的演習的片段 就特地亦都發佈了 那怎樣看呢 其實這些是不是已經可以說是常態化呢 經常都好像每年都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還是台灣的這個台海 其實又真的這麼兇險呢 你又怎樣看呢 剛才我都說了 其實台海 如果你看看經貿的關係 只是兵空就其實不是這麼勢危 不過我想如果在美國的立場來說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有戰略性的地方 其實如果我們再看寬一點 台灣、南韓、日本 這個都是美國可以在東亞的影響力的一些根據地 其實你看看這個都可以理解 中國也不會想朝鮮和南韓馬上統一 因為他都想朝鮮可以成為中國和南韓之間的一個屏障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大家都有一條數去計算的了 所以來講台灣的問題就是 其實美國都不會希望短期內見到台灣和中國統一 講到美國和中國關係 當然要講一講加拿大和中方的關係 我們的兩名Michael 已經可以回到本國 但也有最新的民意調查 是故意在兩名Michael回國之後做的 其實本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信任度 其實是創下了一身低的 講的是只有百分之十的人 是認為和中國是友善和友好的 Kenneth你怎麼看 究竟家中關係又會怎樣去發展 特別是經歷了孟晚舟和兩名Michael的事件之後 見到美中的關係似乎又好像沒有和特朗普當時的關係的時候 那麼惡劣 而家中的關係又會不會回亂呢 你怎麼看 我相信就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家在現時來說 如果在傳媒上面 我只是在北美洲和歐美社會那些傳媒 中國那方面的話語權可以說是輸了 換句話 輿論那方面 可以說大部分是一面倒 傾向西方所宣傳的 或者希望民眾可以聽得到的新聞消息 譬如中國的問題 他們新疆的種族滅絕 對香港的打壓 對西藏的打壓 這些是很多時候出現的 而不斷都會繼續 陸陸續續會重複重複重複 在這方面 這麼多的聽到 聽到中國 關於中國的 比較正面的消息的話 我們在這面媒體 一般來說 是聽不到 看不到的 譬如說扶貧那方面 我相信也要看中國的報章媒體 比較多一點 但是西方可能輕輕帶過 甚至不提 都不出奇 所以變成在輿論上 我發覺就是我們加拿大人 90% 差不多接近90% 對於中國的印象都不太好 比起譬如說幾年前 你曾有孟晚舟這件事的時候 可以說一落 不可以說千獎 一落都可以說 下了很多點 幾十點 所以在這件事來說 要恢復中家的關係 我相信需要這段時間 而我們因為民選政府 所以我們當權的政府方面 一定是順從民意 所以我相信 變成我們有很多政策 都是會對中國 偏向美國那邊 和美國一同 對中國有所打擊的 Wallace 你是怎樣看的 民意調查 其實也是提出到 跟中國交易的時候 希望本國政府 可以先考慮到人權 自由等等 而不是投貿易或者投資 你怎樣看 本國政府其實會跟中國的關係 又會怎樣去繼續貿易的夥伴關係 我覺得家中關係不離美中關係 如果美中關係一天不好 家中關係都不會好 但如果我們從孟晚舟事件 看到一件事 原來我們加拿大政府 爭取了這麼久 想釋放的Michael 最終都是因為美國那裡 肯鬆手 不引渡孟晚舟 所以兩個Michael 回到加拿大 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家中關係要回戀 首先要美中關係有改變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 接下來年底之前 拜登和習近平的會面 如果美中關係有一個突破的時候 我相信家中關係會很快 快到你不相信 就會有一個改變 今集時事平台時間差不多 多謝Wallace 多謝Kenneth 和大家分析了台海的局勢 美中關係 家中關係 相信都是息息相關的 觀眾如果有任何意見 可以到我們的網站上留言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會